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的大姨妈的感觉很胀胀的很难受 感觉有人在抓你的子宫 你们都降温了吧 厦门也开始降温了 白天还是27度28度 晚上的话只有189度了 如果你们想旅游的话 选游厦门也可以 毕竟是一个旅游圣地嘛 景色不错 主要是天气不错 冬天好像也就一两个礼拜 就十几度都不会冷 所以我长期待在厦门是 因为我不喜欢冬天 而且我有鼻炎 我之前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非常比赛 我有一种要拉肚子的感觉 每次大姨妈都这样 我去一下 好 我一秒就回来了 那今天会来个什么妆呢 下一周就要万圣节了 我们来一个万圣节的面具 妆如何 我说我头发就脆了 那等一下只能戴假发了 我的头发都没洗 因为我昨天真的太难受了 万圣节你们一般都干嘛呀 去蹦迪吗 去游乐园吗 还是去在家呆着 不过万圣节也不放假 但是是周五 你们可以熬个夜 我这皮肤真是好不了几天 又长出痘都被我抠掉了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 让皮肤变好的秘诀 想知道吗 就是不要很近的照镜子 正常的清洁 正常的护肤 然后不要去抠它 皮肤就自然 好 当然要对症下药 水眼上精华乳面霜 全部都要选择自己 适合的 提高一些 哦对了 上一周我带河豚先生的妈妈去做线雕了 很多人问我线雕有没有用 其实的话我觉得线雕更适合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你整个脸有这样子下垂了 有一条法令纹了 然后这嘴角开始有木偶纹了 然后开始提升的话就会明显一点 像我自己的话以前被忽悠这边做过线雕 我真的没什么乱用 真的 YUNI的妆前颅 特别滋润轻薄 而且有一种皮肤变白的感觉 今天我们用这款YUNI的智能粉底液 它是种水状的 超级轻薄 非常好抹开 干皮也可以使用 而且不会卡粉 它是不含酒精矿油 无防腐剂无香精 可以放心使用哦 它是采用智能光速灵感因子 对于它可以抚平肌肤纹路 隐藏瑕疵 修饰肤色的 我用的是P01冷白皮的 N01适合健康的自然肤色 Y01适合暖皮 实在不知道自己要选哪个色号的 可以买智能色 01智能色 这是粉底黑科技 它会根据肤色自动调节颜色 还自带46的防晒指数 文件含有多种植物精华 亮白又养敷哦 菲洛尔的遮瑕 自从打了泪沟之后 感觉黑眼圈都变小 省了不少遮瑕 我用的是象牙白色号 可以做高光 它有7个色号 颜色深一点的 还可以做那个修容 现在是感觉有点太白了 但没关系 过一会儿就好了 因为我们在按压脸的时候 它这个血色就会被暗里 所以一般打完底之后 你感觉自己 啊怎么好像特别白 所以过段时间氧化一下呀 然后自己的脸 血色出来一点点 就会没那么白了 嘴唇有点干 嗯 睡前可以用唇膜 花西子的粉粉 平常会吹油的地方 稍微盖一盖 好久没有画画了 没想到会在自己的脸上画画 好久没有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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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刷子 看一下定妆喷雾 我们来沾起比较深的 带个美瞳 嗯 今天来使用这一盘 智悠犬五色眼影盘 它是这种紫粉色的 它的名字 这一盘叫春梦 不知道怎么起的 可能就是涂了它 就会做春梦 颜色非常梦幻 还是挺经典的一个配色 看这个 它写色度都很不错 细腻不卡粉 性价比很高 画一个优女的眼线 细毛根部 甜一甜 就没有能够 但是这个线 它也不会太远 又不太远 我们就把酸面 现在発尋了 我们还没有 好久没有 做这一件 对 好的 这是有主要 一些 没有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我们可以使用这一款很贵的睫毛了 可以直接粘不用胶水 很多小客人说每次我化妆 没有化妆一直在讲一些打气 咋办了说我太慢了 然后我就粘就快一点 下睫毛就不贴了 我化几根了 我的高光是吧 这样的修容 这是我的高光 没办法这已经是我化的最大的一个嘴了 我的嘴巴已经不能再更大了 嘴小没办法 只能用眼影来打一打 嘴太大了 好好笑 接下来怎样把这个脸给化黑掉呢 太难了 我没有那种化在脸上的那种颜料 只能用我这个废弃的眼线笔 这卸妆会卸死我 好了可以换完衣服了 Good morning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